財到光棍手一去沒有回頭 你希望借一匹錢給他去做正常事 但你又不規範他的時候 那誰會做正常事呢 現在正面對這個問題 但他們看到現在這個情勢 不太對腦了 都開始 都打算出一下招 中央都開始出一下招 中央就出了招 美國聯儲局其實都想出招 中央出了招 都說了很多次 那四個字叫動態微調 除了動態微調 還有八個大字叫做區別巨大 又補又硬 有些地方他們就要補 補助經濟增長 放多些給中小企貸款 你給他們借錢去做 所以最近看到 最多升上的是什麼子業股 好子業股就是中小企 他們需要多些錢去生產 沒有生產就借到資資金給你 這個叫做補 壓就是真的壓著資產價格 不要給他們升那麼多 所以中國股市下降了下來 可以跌兩成又高穩 有保有壓 中國出了手 那美國就害怕了 你中國出手出得那麼快 你爭得那麼緊要 那美國呢 結果在聯儲局那邊在做什麼呢 就是繼續回購國債 但是問題是說 那個壓度不變 到10月才 需要10月大 就不玩了 我不會回購國債 那開始就說 我注入市場的資金 就越來越少 OK 雖然他都在做收銀金的政策 但是問題就在這裏 就是他想縮 就是每個人都想縮 但一縮的時候 會引發什麼問題 就是內地股市 一聲那麼兩聲 會引發到經濟 或者那個民生的動盪在這裏 實際上太多人炒股票 是不是 10個中國人 原來3個都會炒股票 OK 那變相來說 他就害怕的 他們去到某些位置會托 好了 但是一托的時候 我又不想你誤解 我是托著你 是真的想你繼續又留在市場 托托又要壓 壓完又托 其實他最想有一樣的 這個就是真的叫做 柏拉圖的理想國 OK 但是這個世上 有沒有那麼理想 不知道 正在嘗試著 我希望維持到資產價格 在某個位置 可能上次序域數 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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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就這樣動 但是震盪少 同一時間你覺得這麼悶 你就不會再炒股票 就落回經濟上 他就是想這樣 聯儲局也是想這樣 美元可以70880 那個美匯指數 上上落落 然後股市就希望 在950 1050 950 71050 上上落落 那你又悶的時候 你又不會入股市 又會留一些錢下去 實際經濟那裏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麼悶的時候 那些什麼 那些金融機構 那些大戰士 沒有錢 真的吃曲粽 所以要說 是不是真的 他們可以這麼理想 不知道 但問題就是 如果不是這麼理想 如果以分 就是曹文超的篇文 就說到了 你一是 就放棄美元 因為你放棄了 你放棄了美元 你放棄了美元 你會刺激出口 同一時間 也會刺激到故事上 一是就放棄了 美股 因為你這麼快 股市能力 就放棄了美元 就有機會再刺激 你才可以做第二 再刺激方向 那現在是放棄的 那現在 不知道 OK 但問題就是 放棄美元 是最危險的 因為你減了美元 也會刺激 美股上升 但如果美元減得太急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事情 你看到美元不停下跌的時候 你會不會夠膽再買美元 不敢 你不敢買美元 你會不會夠膽買美國 不敢 因為 你知道 美元是這麼想 即是美元崩潰的時候 你股票也不值錢 那會不會都是有一些連鎖室的反應 是 環球股市的連鎖室的反應 是啊 所以變相來說 現在美國會怎樣 連鎖室其實 還是很頭痛 他都不知道下面部 現在 所以變相來說 他希望 我如果可以七十八八十 美股指數 為什麼 相當做一切開箱 所以 邂逐 但 是強大大師,我很記住他這些事 不是,他令我記住人生苦短,年齡這些事都開始要很… OK,但問題是,如果市場這麼悶的時候,你會考慮一下抽新股嗎? 你剛才好像有些新股問題一樣 其實剛才就是想說,也是想問一下,接下來將來這兩個月將會有12隻新股在香港上市 會不會影響到大家就鬥爭客,哪有這麼多錢來買這些股 新股就暫時集資,最大都是民生,經常都要說很小心讀這個字 發音要很正確,民生 民生嘛,我OK的 要不然變成民生,OK的,民生 就叫做民生銀行,這隻是最大的 我相信大家都是焦點放在這裏 當然還有其他大小小的機構 但問題是,如果你說說9月份暫時,那些都是曬一夜 知不知道最特別是哪隻股份來的上市 是不是有一隻,全香港就是一隻殯儀事業 是的,殯儀事業的股份就是上市 那些集資都是易領,而且它還不是公開發售 而是配股,以配股形式,介紹形式上市 所以你看到那個集資今晚很小 所以正正如果你看回來 那個真的大型股份上市應該十月底才會有 就是民生銀行就是最大的 但如果你看到這個殯儀業務的 是在下個月會上市的 但集資今晚很小,所以市場影響就未必太大 但問題是講起這個殯儀業務這隻股份 令我想起一個電視劇,你知道在哪裏嗎? 六尺封雲你剛才看過 沒錯,六尺封雲 我沒有看 六尺封雲 所以其實是一個挺好看的節目 但問題是,既然未上市 大家的IPO也抽不到 不如這樣吧 由下個星期開始 我們每個星期去找一些股份出來 一隻股份專題去介紹一下 好嗎?然後讓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 知道接下來抽哪一隻 或者有哪些業績很特別的 我們每個星期去講一隻 好啊,就是這樣 今晚差不多了 好 有沒有不緊張了吧? 很緊張 大師不來的時候很緊張 不是,我怕我準備得不好 我只是講而已 然後,是不是 很順利 哇,你說吧,真的很大壓力 也不是開玩笑 一丟了銀行,一放工 我就又來了 今天大家怎麼會這樣呢 那一隻呢 晚上你就習慣了 對 好 那下個星期再見 好,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近期國家統計局內地的數據 除了GDP7.9% 一個很好的增幅 甚至已經突破了今年的最高位 就是9.161 其實是被認為 本州這個後期 還有沒有突破 有解釋過 為何港股會出現一個小小的技術陷阱 分析上午市場動向 預測未來大肆形勢 金利豐政権研究部董事王德基先生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時半 金利豐五間財經通訊 想時為你帶來第一首財經資訊 你跟他自己的煩惱 有 都有男生拍了差不多9個月 這個男生的背景和我相差很遠 你都愛你才會與你擁抱 那開始 我都覺得OK 因為他真的很疼我 帶了給自己的媽媽看 那當然 都是生腹癖的 說不知道將來會怎樣 他給不到你要的東西 那我真的很確定 那我就跟那個男生聊過 你跟我...